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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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陶国璋 这位是陈梁 今天继续谈论哲学问题 首先我们介绍一下 就是处理哲学问题 我们大概有三个程序 第一个就是关于与你厘清的部分 将问题解释清楚 第二部分我们叫属于一种出路 或者是一种知识的参考 例如同样讲人生有没有自由的问题 我们可能提出不同的理论 关于自由的看法 第三部分属于个人的抉择 例如我如何选择某一套理论 更加适合自己 或者我应该如何生活才更加好 这部分属于个人的修养 甚至叫人生境界问题 今天我们讲一个问题很宏大的 叫人生的意义 不过我先回应刚刚的问题 就是我自己在想 为什么一些人会问人生有什么意义 很可能我自己觉得 因为他很想找意义 他觉得人生应该要有意义 但是他找不到 所以他才问 如果他才觉得人生不需要有意义 其实完全不需要问这个问题 因为meaning 其实如果翻译就不一定翻译意义 他可以翻译成意思 意思就是比如说 What does it mean 即是一个中文字 或一个英文字 读得它是什么意思 我们将它讲清楚 那就是它的meaning 但这句词如果用意义 就可能有些奇怪 这个就是第一层的意思 如果用英文就可能会更容易说 再深一层次的意思 可能涉及到一些价值的问题 譬如说一幅画怎么为之漂亮 或者一个人怎么为之好 怎么为之善 那这些不是那么容易 透过一些分析概念 分析它的意思 就可以讲得清楚这个问题 或者总结一下 第一种一讲意义的meaning 往往指点、自词的意思 例如是什么叫自由 在字典里面自然有一些解释 这种叫自词解释 但是一讲意义的时候 我有一个补充 很可能和我们的幅画有关系 这幅画是和古希腊的神马 叫做涉西佛齐的神马 这个在推锋石头的 叫做涉西佛齐 Cyphus 他不知为什么 是受到诸神的责罰 可能是泄露了诸神的秘密 也可能他自己本身有一种背叛 于是被天庭里面的宗师等等的诸神 就惩罚他 因为推了很大的石头上山 推下推上山之后 由于这个石头被诅咒了 于是这个石头自然轮回来 那他整身的任务 就是要把石头推上山 但是这个石头每一次推上山之后 就会轮回来 成为一种徒劳无功的重复性 亦产生一种叫人生的 好像原地踏步的感觉 这个问题里面很简单的理解 就是例如我们每天上班下班 每天都是要很准时上班 接着OT 然后下班 于是问 就是这样重复而无止境的工作 有什么意义呢?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 是感觉到人生没有意义 然后问这个问题 他就感觉到重复 感觉到好像有种虚幻 甚至是无常的感觉 就问这种问题 用一个比较哲学的观念去分析一下 我们没有那么快出路 其中一个观念里面 就是我们哲学里面对意义 往往就指价值 价值有正价值有负价值 好的坏的 like unlike 这个我们一般人都认识的 但是更加重要的一个概念 就是说价值的时候 我们原来有一种叫做 instrumental value 工具价值 有一种叫做intrinsic value 内在价值 内在价值 工具价值指 例如说 你很想升职 不如学好一些英文 学好一些IT的技术 这个过程 你不是喜欢这种所谓的技术 或者是喜欢学英文 而是因为它可以令到你升职 升职又如何? 因为你可以获得更高的满足感 或者可以多一点钱 所以这个叫做工具价值 OK 学英文或者是学IT技术 但是另一部分 如果有一些东西 它本身就是价值 先举个例子 这个例子未必准确 就是友谊 很多人认为友谊 就很耐在价值 很多人不敢想 不过应该是这样的 是的 而是这种价值就出现了一种问题 就是他们认为有一种很真切的 很真实的东西 如果我们把握到 例如信神就是价值 这件事就可以找到人生意义了 OK 好了 或者这样我们换一些小小的角度 其实我们平时所说的人生价值 是指哪些例子 怎样叫做有价值 OK 我又试试从刚刚分析角度来说 先说一些最浅层一点 很多时候就是一些 刚刚刚所说的满足感 但满足感有很多层次 譬如说我现在很颈渴 像你这样喝到一口水 那就是一种解渴 那也是一种满足 就是化成了一些不舒服的感觉 有些人譬如你刚刚举的例子 就是赚钱 甚至认识朋友 可能都是有一些其他的目的 认识了朋友之后 可能有一些好处 就满足了自己的欲望 那这些就是第一层次的满足 很多时候这种满足感驱视 就觉得满足了就会有价值了 但是有些人正正可能不是这个层次 他可能追求比较高一点 就是如果一个真正的朋友 就是朋友本身就有价值 我make friends 我认识朋友 这个可能都不一定是为了快乐 因为这个友谊本身 他们就觉得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东西 他就是只要追求到就已经OK 即使那段友谊可能是充满很悲伤的一些 一些经历很苦劫都没所谓 因为即使他在这里 感觉上他不满足不了一些 肉体上或者是其他一般物理上的满足感 但是他背后一些 如果用哲学一点的语言 会像一些精神上的东西 或者是仁义上的一些价值 或者是满足 那他就是一种高层次的满足 所以这也是一种满足 所以一定要分清楚是哪一个层次的满足 那我们还没说满足之前 试试用一些例子来说 例如我问过一些朋友 他说人生什么叫价值呢 他说例如我帮人有一种价值 例如我得到信神有一种价值 觉得神是关怀我的 又或者刚才说的有朋友 有些人说的比较直率 最重要是舒舒服服生活 例如有些饮食 美食或者旅游 就是一种价值 当然所有的价值里面 不离开金钱 金钱是换取各种价值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 所以往往所说的价值 有一个有趣的地方 都是指向你刚才所说的满足感 有没有留意 即是说如果一样东西得到满足 例如我们打游戏机 打赢了人的时候 就有一种满足感 但是这样说的话 我们试试这样分 这种满足感其实有三个层次 第一种我们叫生理层次 即是食息性也 例如温饱 或者是性欲的满足 都属于这种生理上的满足感 它是一种满足的刺激感 这种满足感有时候 包括舒缓感 例如是摊在那里 很游戏 生活到一种舒服感觉 但第二种是比较复杂 就是心理上的满足感 例如是我们出名 例如我持有一个很漂亮的手袋 被人有羡慕的目光 又或者我有权力 有位置 我是很重要的一个CEO 这类都会产生一种 心理上的权位的满足感 这种叫名誉感 或者是权力感 或者是一种高位的感觉 但第三类就比较复杂 就是精神上的满足感 例如是我们欣赏音乐 看文学小说 甚至是你要做一个有德行的人 那种满足感就是你觉得 原来人生里面我能够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 能够有一种不老的感觉 像上次说的 有立功、立德和立言 最后一种就是 例如是宗教上 我们能够成为了一种 如是宗教上的感觉 所以这种满足感 有时我们产生了一个想法 就是原来人生不外 是追求不同层面的满足感 那这种满足感的选择 就取决于你个人的人生态度 有些人希望轻轻松松生活 于是可能只是追求食息性也 有些人就很想 觉得生存有种重要性 他要求名、利、甚至是权力 但有些人觉得 我要一种比较清高 甚至有一种内在的安宁的感觉 可能追求精神的满足 在艺术上要求写意 在道德人格做一种修养 或者信到一个非常深刻的宗教 所以这种满足感 有时就成为了我们说的人生意义 但是不过呢 不过呢 这个话说出来 如果人生就是等于 获得某些满足狗 就产生意义呢 会参加一个幻象 这个幻象是什么 我们试试下一次再讨论 我们回来讲人生意义的下半部 刚才我们有一个想法 原来讲人生意义 很多时候就像一种得到满足感 有生理上的 心理上的 或者精神上的满足感 古希腊有一个哲学家 很有趣的 就叫阿里斯特勃 很难译造中文 阿里蒂匹斯 他是苏加拉底的学生 公元前三百多年的人 他建立了一套叫做Hedonism H-E-D-O-N-I-S-M 我们译造化乐主义 他因为欣赏苏加拉底的风采 总是所谓无入不自得 苏加拉底的太太虽然很饿 常常找冬水淋他 甚至趕他出街 苏加拉底自己会解咒 就是说 幸好我太太这么强悍 所以脅迫到我 常常去这些市集里面 market place里面 可以跟大家讨论真理问题 所以我也很感谢苏加拉底 阿里蒂匹斯就很欣赏苏加拉底这种风采 觉得他任何情况下都很开心 很能够自得其乐 当苏加拉底死了之后 他就建立了这套所谓化乐主义 他的理论很简单 他说无论任何情况 其实你的行为的动力 其实都是在于追求化乐满足 如果你找到最后的化乐满足 你就会产生人生意义 OK 我们试试这个问题做一个对话 他有一个想法就是 如果你找到一个例子 说人生不是为了快乐满足而做 他就拆自己招牌 从此不再讨论之外 你试试可否举一个例子 不是为快乐 我代表着阿里蒂匹斯的方式回应你 你例子是什么 如果最极端的例子 用瑜伽的说法 好 寻生取义 我看到有个贼 他打劫 我附近没有警察 不如我自己去捉他 可能捉他的过程之后 我自己死去 我还没有 我的名字没有 那怎会是因为满足而去做这件事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比较深层一点 这个属于牺牲问题 我选择回应 比较浅一点 例如我问过一些学生 例如我为什么要读书呢 我读书是想认识多些东西 我们回应用阿里蒂匹斯这个解答 其实你读书都可能想得到一个更好的学位 于是有一个好的学位 出来找工作做容易一点 然后容易一点 你甚至是得到薪金高一点 所以其实你最想什么是为了金钱 那再问一问的时候 为什么为了金钱呢 为了享受 是的 今次可以换取享受 所以最后呢 其实我之所以努力读书 是换取最后的一种享乐 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为什么我们周围去旅游呢 就是吃喝玩乐 一般人的理解 就是那种生理上的满足 这个低层一点 还有高层一点 就是你去到陌生环境 有种游力 增加你个人的眼界 一个人眼界宽阔一点 似乎生活态度 或者人生的意义会提高了 嗯 那还有为什么你信宗教呢 信宗教很多人 如果他觉得信宗教可以 譬如用基督教的例子 就是可能得到永生 那得到永生 都是一种满足 其实当然重要来说 信宗教是能够消除死亡的恐惧感 OK 如果我们相信有永生 经过一些修行的时候 死后可以得到一种这样的回报 其实是逃避痛苦来的 没错 所以这种快乐有时是 代表着人生有一种不幸 不无常感 而追求一种稳定的满足感 那为什么我们读哲学呢 读哲学就是 因为我们在一些问题思考 过程之中发现不太想得通 或者解决不了自己人生的问题 或者是做不到一些抉择 那就是希望在哲学找到一些答案 或者出路 所以刚刚你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都觉得好像 他这种说法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似乎都是满足驱使我们做一切的东西 甚至是 这些再进一步 因为我们上次说的委预现象 我们都想一想 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参与做一个这样的节目呢 那按照上次的说法里面 其实我们很想将一些好的东西 我们认为是很真实的东西 或者是看到这个世界里面 很多是非黑白颠倒 很多不公义的东西 我们希望将我们认识的东西 传递给其他的人 其实这个可能是一种叫道德倒影的快乐 就是说我能够有贡献于他人 对社会有一种所谓贡献的事 我们有一种自我的肯定 OK 反过来说 例如我为什么要出名呢 酷鸣有一个满足感 就是我得到别人的称语 例如那个人会崇拜我 产生一种所谓安全感 又是一种内在的满足感 例如我们为什么要追求一些所谓的述素 追求一些所谓的仁义上的本体的问题 很多时候就属于我们对这个世界 找不到稳定的东西 我们很想去预计未来的吉凶 又或者找到一些 就是永远不会怀疑的东西 而得到那种所谓的心灵上的安立感 安身满眠 所以说一说一下的事 到最后就到你的问题了 为什么有些人牺牲呢 这里比较复杂的 我们简化的一个说法就是 这个很可能是社会所说的socialization 英文叫socialization 即是internalization 即是社交化 就是我们长期的家庭教育 学校教育 或者社会的一些毁遇现象 我们都要做一个好人 帮助其他人 这样你得到社会上的认同 社交化为什么会这样做呢 最简单的理由就是 因为社会需要有一种稳定性 有一个组织 于是我们提倡一些的德行 或者是例如诚实 对人关怀 甚至是帮助别人 这些其实是促进社会稳定的 如果反过来说 人是互相仇杀 人是没有互信 甚至是人与人之间 不断地针对对方的时候 它产生一种社会的撕裂 社会撕裂的后果就是社会不稳定 经济影响 影响我们的生活 其他的安全感 所以牺牲很可能是一种社交化里面 你叫内化 将人收向一个方式 就是你对其他人关心 比起这个过程里面 可能是跟人的合群性很大关系 我们以前说的互惠利他的问题 就是你帮我我帮你 但是这个用法律主义来说 其实你舍己为人 是有个限度的 因为人生最重要 就是有生命享受快乐 如果你是舍身取义 舍身取义的时候 很可能就违反了最后的快乐 因此法律主义 接着推出来的问题就是 有一种自私的问题 明白吗? 自私有跟自私基因的呼应 就是说我们追求快乐 要么总是私下 因此无论我们说什么 人意道德等等的东西 最后都是为了自己的满足感 安全感 我明白你的意思 那你觉得有什么危机呢? 如果纯粹从满足感来说 最大的危机就是 可能你当下满足了一样东西 接着很快又有另一样东西 未被满足 接着你又要再追求那样东西 可能你不断在追求满足的过程之中 不断地循环 可能你的欲望就越来越大 欲望越来越大 就越来越难满足 越难满足的时候 那种挫败感就越强大 所以最终你越追求快乐 就越追求不到 这个似乎就是最大的问题 这个我们叫做 在现象上一种对反的问题 就是说 我相信大部分人都想人生快乐 幸福 但是现实上 不是很多人快乐幸福 事实上是这样的 就是会不会出现技术上的问题 这里有两层 就是对快主的批评 一种叫技术上 会不会是你的人生态度 例如探得无厌 你过分执着 所以人生就变成了 为了追求快乐 反而是痛苦 那这种说法 就会变成是佛教想处理的方式 就是说 其实你要放下 不要这么执着 那就是解决问题 其实人生最后的满足 反而是清淨 甚至是无谓的 东方之后 或者我们一般说的人生意义 解决的出路 我看法大部分都是这种 最重要不要这么执着自己 但是我个人有点想法 就是这种的出路 很容易变成一种所谓清凉散 好像什么都看开些 人生就无欲无求 就是人生意义 第一样它会变成了一种 最初我们人生追求意义 原来人生就是放下追求意义 会变成一种这种 很奇怪的这种说法 所以我看法里面 就是这种 它是一种人生智慧的参考 但应该不是唯一的答案 反而转移到各个方式 就是 其实我们人生的意义 是否纯粹是一种满足感 是否一种心理上或生理上满足感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自己思考的地方就是 其实所谓精神上的满足感 和我们一般所的满足感 有些不同性质 举个例子 他一世滑滑滑到精神病 或者本身精神病 认识到他不断追求等等 是其实很痛苦的 一个人追求宗教的时候 我们很多时候也是要顛配流利 很坚持信仰 被人打压都要相信 甚至一个人要求理想的时候 就是要求做一个道德人格 并不是说纯粹开心心这么简单 而往往虽千万人而不妄议 因此来说 追求精神上的满足感 它是有少少本末倒置 就是我们想达到某一种心境的自由 我用这个方法说 达到人生里面的觉得不枉此生 然后产生一种 好像孔子说的 无入而不自得的一种自由感 所以自由感 当然你都可以归类为一种满足感 但它的特点来说 是与我们平时 为了个人的满足很不同 刚刚好是会对这个世界 对这个文明 甚至对人类整体 有一种关怀 甚至用基督教语言说 它是有一种外心在那裡 佛教叫慈悲 所以在这个意思下面说的 人生的意义 如果我们纯粹是一种私人 个人的态度来说 可能真的指个人的满足感 往往是指心理上的满足感 但是精神上的满足感 其实我们将来慢慢要思考 就是为何有些人会追求 艺术里面的完美 追求道德人格的那种提升 甚至追求真理那种义无反顾 甚至追求宗教那种所谓的 牺牲等等的东西 在过程里面就是理想而现实之间 现实上每个人都追求快乐满足 希望开心心 但是人似乎有一个特点就是 除了个人满足之外 我们希望有一种超越性 超越我们现实的满足感